1945年,在苏联进行阅兵式相关工作筹划的会议上,大家对于谁来检约部队这个问题并没有进行很多的讨论,甚至都没有提及原因倒也不复杂。 那时候大家认为,理所当然的,检约部队的任务自然应该交给斯大林来负责,毕竟这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,只有具有至高地位和无上荣耀的人才可以进行。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,就在阅兵仪式的前几天,斯大林将朱可夫喊到了自己身边,他问朱可夫是否会骑马,这位元帅自然表示谦虚,于是他回答说自己骑不好,可是斯大林却直接表示,希望朱可夫在几天之后的阅兵仪式上进行部队的检阅,并且指派卢卡索夫斯基进行辅助,来指挥阅兵仪式的全程。 朱可夫听到这样的消息自然很是诈异,内心的情感很复杂,于是他先是推脱了一下,表示了对斯大林荣誉的感激,然后说自己感觉只有斯大林才是最适合检约部队的,毕竟斯大林是整个部队的最高统帅者,由他来阅兵是理所应当的。 然而斯大林听到这样的回答却有一些沉默,继而他表示自己的年龄已经高达66岁,显然不适合再进行阅兵,希望朱可夫能够代替他检阅部队,毕竟他更加年轻。 这一次朱可夫并没有再拒绝,他答应了斯大林的要求,也承担起了检阅部队这样的重担。 在阅兵仪式召开的那天,他带着无限的荣耀骑上了马,在红场顺利检阅完了所有的军队,在此之后他默默地走上了管理台,站到了斯大林的身边。 根据朱可夫事后的回忆,那天的雨下得很大,雨都渗到了自己的衣服里,于是他希望能够将自己的领子稍微整理一下,然后顺便将冒岩上流下来的水擦一擦。 可是当他看了一眼身边的斯大林之后,把手放下了,因为斯大林什么也没有做,即使雨这么大,他也只是静静地站立在了大雨之中,宛如一尊雕塑一般,任由水珠从冒岩处流下,一直流进衣领之中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了解更多历史信息,请关注二江说历史,留下你的评论吧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红团色。